就在这天哪天呀 当然是三十年的润二月二十八了 这晚上啊 那拉市来到这乾隆的豫州 向皇帝奏事 就发现这会儿的皇上啊 正跟几个尼姑一起喝酒呢 那情景啊是不堪入目 于是这皇后就跟皇帝大吵大闹 这乾隆皇帝丑师杯壮坡呀 自然也是不惯着 上边一个窝心嘴巴呀 下边一个窝心脚 就把这皇后啊打翻在地 你好我是昆仑刘石 欢迎来到我的书馆 听我给您讲这清代后宫当中的故事 今天呀咱们继续讲这乾隆皇帝和季后纳拉市 听了前文书的好朋友啊 我想您多少都能了解到 这季后纳拉市与乾隆皇帝 在后宫当中的生活呀 算得上是很和谐 这问题呀只是抽在最后那一次的难寻 那是在乾隆三十年的润二月二十八 这轮驾啊抵达到了杭州 就在这一天的下午或者是晚上 这纳拉市皇后剪断了自己的头发 很多年以来呀 大家都认为对这件事情啊 这乾隆皇帝惠莫如深 关于这季后纳拉市为何断发 并没有给大臣们一个合理的解释 但是后来随着一些文献资料的出现呢 我们得到了一个答案 虽然的是史料上不及被载 但是啊乾隆皇帝确实还是给出了答案的 他说这季后纳拉市之所以简发呀 是因为这纳拉市突然失心疯 想要出家 这一点可以从皇后纳拉市的侄子 写给皇帝的请安折上啊 就能看得出来 前文书咱们不是交代过了吗 那道奏折的名字就是奏 因皇后擅自剃发 欲以出家 搬欲萧侯爵留任而谢恩折 由此我们可以读出啊 最起码这皇帝给纳拉市的家人 还是做出了解释的 说你们这位女主啊 为什么断发呀 她是有意出家 那么这有意出家最大吗 就导致了后来季后纳拉市先被幽禁 后来忧郁而死吗 不能 关键呢 她不再出家是在断发上 按照这个大清国的家法组织啊 凡是其人 只有啊 这家里出了大丧 或是长辈 如果是妇女啊 还有这个丈夫死后啊 才会断发 表示哀悼 那如果是无故断发 就是对这些亲人 长辈对丈夫恶意的诅咒 那么我们现在的问题就集中到一点上了 这皇后啊 她好么样的 她为什么要断发 必定在当天啊 大伙一块吃第一顿饭的时候 这皇上啊 还给这个皇后赐了一道菜 在扇底荡上啊 记录的清清楚楚 这道菜呀 叫存盘肉 可是到了晚膳的时候 这皇后二字啊 就用白纸糊上了 换以令贵妃三个字 那我们想来啊 这当天下午 这皇帝和皇后一定是大吵了一架 或是在这个下午 或者是晚膳以后的晚上 这皇后就断了发 当乾隆皇帝发现之后啊 就派这个俄妇佛龙憨 有水路护送这个皇后 立刻回京 那么现在我们看来呀 所有的问题都来源于 季后那拉式断发 那这季后那拉式 他为什么断发呢 显然断发是为了出家呀 这一说法 他是非常扯的 不但非常扯 这个说法在民间 还有很多的延伸 季后断发的原因 在民间有很多版本 我在这呢 给您说一个 我亲耳听来的民间传说 我在哪听来的 是在这个尊化皇陵 现在叫青东陵 在那儿啊 和一个老人闲聊的时候啊 这位老人说的 这故事的背景啊 还是乾隆难寻 说这个乾隆三十年 乾隆皇帝和后妃们 一起难寻 这乾隆皇帝呢 他是个风流天子 皇上嘛 这一路上啊 自然是不用自己 去寻花问流 当然是有拍马屁的大臣 沿途把美女 尽献给皇上 送到这玉州之上 这其中啊 不乏有这官惠人家的女子 还有这个民间选上来的美女 最为恶劣的 这里边啊 还有行员里的女人 和这个尼姑 说呀 就在这天 哪天呀 当然是三十年的 润 二月二十八了 这晚上啊 那拉市 来到这乾隆的玉州 向皇帝揍事 就发现 这会儿的皇上啊 正跟几个尼姑 一起喝酒呢 那情景啊 是不堪入目 于是啊 这皇后就跟皇帝 大吵大闹 这乾隆皇帝 丑师杯壮坡呀 自然也是不惯着 上边一个窝心嘴巴呀 下边一个窝心脚 就把这皇后啊 打翻在地 皇后受了委屈之后啊 顺手就抓起了切肉的刀 把自己的头发割断了 一边割呀 还愤愤的说 你不是喜欢光头的女人吗 来来来 我干脆 把这头发呀 也剃了完了 然后啊 我再让后宫嫔妃们啊 统统把头发剃光 就因为这个呀 这那拉式皇后 才惹得皇帝龙颜大怒 那我们说 这个传说 它靠谱吗 当然不靠谱了 您想啊 这皇上 他但分要是好这口的话 那肯定是 嘶嘶咪咪的呀 好家伙的嘞 他还敢公然的 在豫州上干这种事 再有了 这乾隆皇帝出巡的 每一餐都有善抵荡 谁参加了 他这个宴会 吃的是什么 皇上把菜赏给了谁 都有明确的记录 倘若这皇上 要是跟尼姑一块喝酒 这扇抵荡可怎么寄呀 再者 咱们就从这个扇抵荡上说吧 我们都知道啊 这个当天 这第一顿饭的时候 这皇后还是和皇帝一起尽得善 到了第二顿 也就是晚餐的时候 皇后才失踪的 所以就更谈不到这皇帝夜间与尼姑各无饮宴的事了 那么还有其他的传言没有啊 有 这些个传言啊 就来自于一些学者了 听起来呀 那也是十分的靠谱了 他们说呀 这纳拉士断发就是因为和乾隆皇帝吵架 那为什么吵架呢 这普遍的说法啊 说这会儿啊 乾隆皇帝是要立一位妃子为皇贵妃 纳拉士皇后与这皇帝因为立皇贵妃的事吵架呀 他并不是因为嫉妒 那是因为这皇帝一旦立了一位皇贵妃 这纳拉士在后宫当中地位就显得非常的尴尬 我们知道这清代立皇贵妃的情况通常都是很特殊的 这一种啊 就是为了冲喜 后宫当中的某妃或者某贵妃大病了 马上看着呀 就要冰天了 这皇帝呀就要找个由头 办个喜事给这位妃子冲喜一下 那么作为后宫当中的女人 最大的喜事是什么呢 那当然是被封后了 可是这策立皇后啊不是那么简单的事 于是只能降其次啊 被策封为皇贵妃 所以说我们经常看到 被策立成皇贵妃的妃子呀 或者是当天或者是之后的几天就红事了 最明显的例子呀 就是雍正皇帝的敦肃皇贵妃 和这个乾隆皇帝的纯会皇贵妃 再有呢就是宫中啊 皇后娘娘失宠 靠边站了 所以这皇帝呀又选出一位娘娘来呀 作为皇贵妃 好涉溜宫室啊 因为这皇帝后宫当中 这工作呀还得有人抓 这最明显的例子呀 就是顺治朝的贤皇贵妃董厄妃 还有就是啊 他被关起来之后的令妃为家事 当然了还有一种啊 就是最顺理成章的 就是说皇帝呀因为有特殊的缘由 暂时不能策立皇后 只能策封一位皇贵妃来统领后宫的事宜 那例子呢 就是他本人和这个康熙皇帝的孝仪人皇后 有这种推断的学者呀 还着重说明 就在乾隆三十年的六月十七日 季后断发的四个月以后 这令妃就被禁封为了贵妃 八月十七日乾隆皇帝就将令贵妃的锤卦升级成为 敌尾锤四等珍珠二百五十五 君约坠四等珍珠二百四十九 也就是说这会儿的令贵妃呀 她的待遇已然是皇贵妃的待遇了 转过年来呀 乾隆三十一年的正月初八 这令贵妃呀 就被禁封为了皇贵妃 这会儿在易坤宫的后殿呀 季后纳拉氏正被囚禁着呢 当然关于季后纳拉氏断发呀 还有一种更大胆的推测 那就是这季后纳拉氏呀 在当天下午与乾隆皇帝聊天的时候 聊天的内容上升了一个高度 上升到了他不应该触及的高度 什么呀 立储 有学者认为这皇后和皇帝吵架的原因 是这皇后急于知道 这皇帝心中储君的人选 因为这乾隆皇帝儿子不少 在众多皇子当中啊 还不乏有着季后纳拉氏所生的嫡子 就是十二二个永齐 当然这个谈话的结果呀 肯定是和皇后心中预想的不一样 所以说这纳拉氏皇后的气氛之余 才和这乾隆皇帝吵了起来 不过在这儿啊 我可以肯定的说 这纳拉氏皇后没有风 或者说呀 她没有真风 她也不会啊 向乾隆皇帝提出 让她的儿子永齐 来做皇位的接班人 因为呀 她知道 谁都知道 这大清国前两次啊 要立嫡子为皇位接班人 都没有什么好下场 康熙皇帝 二皇子应仁 是自己的嫡子 立了他之后啊 这二二个应仁 最后下场很凄惨 这乾隆皇帝 也试图选定自己的皇位继承人啊 就是当年孝贤皇后所生的嫡子 结果呢 这太子爷早伤 哎 没几岁就没了 这些呀 还都不算 关键是呀 这大清国后宫不能干政 还别说呀 是自己的后妃了 这乾隆皇帝要求自己的母亲 都不能啊 干预朝政 那有好朋友就会问了 说主播 那你对 那拉市皇后和乾隆皇帝 吵架以后 断然的剪下了自己头发 这件事情上有什么看法吗 敢不敢推断一下呀 说实话呀 我不敢 可是这大家呀都在读史 谁对这个史料 没有点看法呢 所以说呀 在这儿啊 我可以不负责任的猜一下 我觉得呀 只有一种可能 那就是这当时 剃了发的季后那拉市 真的疯了 古代人认为呀 把一个人挤得疯了啊 是一件很难的事 可是今天我们知道啊 人如果长时间的 活在重压之下 精神啊 是很容易崩溃的 您要是不信呢 您去这个精神科 治抑郁症的专科医院 看看你就知道了 那儿有多少人在排队 等着后人 治好了吧 当然是多数的呀 那也是曾经有过抑郁症 那又是治不好呢 那就是疯了 精神分裂 除了那个尼姑的传说 其他的两种传言 我相信呢 都是真的 虽然这帝后啊 不会把这些事情 拿到桌面上来谈 但是 实际上的压力 这那拉市皇后 是绝对感受得到的 在这些个高压之下 那拉市皇后 突然崩溃了 不是没有可能 作为这个皇帝的后妃呀 谁又没在民间待过呢 那我想啊 既然已经是真的疯了 那和皇上吵起架来 这皇后娘娘嘴里 肯定是美好听的 这皇上再大呀 从小在宫里生活 突然同皇后娘娘嘴里 听见一些风年风雨呀 那肯定是吓坏了 那有人说 你这么推断 你有证据吗 有 咱们呀 明天再说 得嘞 我是给您讲故事的 昆仑流石 喜欢咱们的频道啊 您就关注点赞 并关发 您的支持 是我能持续更新 为您讲故事的 唯一动力 咱们明儿见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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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